好了,你現在聽到當然是輕輕鬆鬆七宗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一下訂閱狀況 王必執部正向暴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幫幫忙把直播節目和志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KW王就說得力數有爆章的感覺 其實他裡面是拌了你的口水才會流出來的 其實是 但是,這個就是德力數糖和二寶 剛才有網友說的,二寶果汁糖 這些其實也是市場已經很少人吃的東西 我覺得很有趣的,現在的糖果市場是改變了很多 但是基本上,現在主要賣的都是軟糖 主要賣的都是軟糖 還有殺出重圍的就是德國出的 也是軟糖來的 其實現在,你留意一下市面的人吃什麼糖 現在真的很少人吃硬糖 而且會黏牙的糖,很有趣的 會黏牙黏得很厲害的糖又是沒有人喜歡吃的 現在有很多公司他們都是把這些東西都退市的 也感謝周蕭你的支持,很感謝你 也感謝Line King88你的支持,非常感謝你 那... 本來是想說說其他話題的 但是我看看,原來沒什麼話題 有些事情...我不想說,有些比較沉重的 例如死了人那些,我免得說 明天早上是第一線說 但是... 現在看到... 有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茶行太子女 出席洪門宴之後 不如說這一宗吧 那... Beth CKM就說去殯儀館 都轉了芒果軟糖 都沒有瑞士糖 這樣... Jeff Yeung就說 剛剛看到新聞 美思IG粉絲數破五億一個廣告貼文 可以收四百八十萬美金 唉...這些其實... 即是你把整件事... 我也說了 你把整件事提升到... 國家民族層面 根本是神經病的 是香港政棍搞出來的 現在香港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就是我的看法 以及知道一些情況 現在... 本來也說不講嚴肅的事情 不過在講黃絲瓦那件事之前 就再講一件事給大家聽 這個... 這個是在那些... 做活動的朋友那裡聽回來的 本來... 在香港有些活動已經排列了 但是... 本來是預計了會做的 那些活動公司是接了工作的 但是有幾個活動 被人取消了之後 有些人是被人解僱了 其實是 所以我... 一開始的時候已經說了 有些事情... 你不要讓它發酵 你讓它亂發酵的話 你到最後的代價 就是香港人自己扶回的 你覺得很過癮嗎? 就是你罵美斯覺得很過癮嗎? 其實現在... 有些人在香港正在搞的事情 基本上是... 技術性攬炒 有些事情根本... 應該是... 就是這件事... 大事化少少 小事化無 但是你想一下... 為什麼可以有... 超哥那些出來... 說要別人公開的合約 那些事情 你看一下... 究竟... 社會變成怎樣 連... 香港最大的那個 超哥 都不理解究竟... 商業社會是怎樣運作的 還有... 有些事情說得 有些事情不說得 有條界線的 他不理解那些事情的 其實那些界線就是... 告訴別人 究竟你這個地方 是不是適宜營商的 是有界線的 什麼都... 亂差這麼說 還好笑一件事 我告訴你 香港現在的上市公司聯報 近來我也有看上市公司聯報 竟然要... 一起跟特區政府暢游自及興 還有... 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 那些... 要寫上那些 或者你自己的公司有錢賺 是... 你的公司有錢賺 但是你用不需要... 將特區政府那套話術 塞在自己的公司聯報那裡呢? 現在真的是這樣寫 哈哈哈哈 我不說哪家公司的聯報是這樣寫 你可以找找哪家公司又這樣寫 你到最後真的嚴重 那Sam Trey就說 二保有出新的 沒有記錯是軟堂 其實現在是軟堂是很厲害的 他發自在就說 德國紅仔堂 對,德國紅仔堂 那家公司是很厲害的 現在佔了市場比率 是突然爆出來的 以前很少人吃的 這些紅仔堂 不過不知為什麼呢 在網上就說 發明這個德國紅仔堂 我忘記了品牌是什麼 我也忘記了品牌是什麼 發明這個... 即是他這種質地堂的人 是為了小孩子的牙齒健康 才發明這種堂 因為網上有這樣的故事流傳 一旦有這個故事流傳 那些人就會覺得 這些是比較健康的堂 那就買給小孩子吃了 是這樣的 好了 現在當然 香港其實 都是跟世界一起變的 有些事情 那 Jeff Yeung 說 公司連報還是施政報告 公司連報 上市公司連報來的 哈哈 不是開玩笑 Line King 88就說 每一件事都有代價 沒錯 每一件事都有代價 哈哈 哈哈 Bebsy Game就是黃絲甲 不是洪梅爾說 但是不做檢測那個少女 不是女人 之前叫她做少女 三十多歲少女 哈哈 哈哈 那麼 草本綠色力量就說 這麼誇張細風日下 其實 你對香港有信心 不用抄襲特區政府那套話術 不過現在 上市公司就是這樣做 哈哈 你說那些基金佬看到會怎麼樣 你說那些基金佬會看一些 哈哈 就是一些聯報 那些基金佬會覺得 你這樣刷牙寫一些東西 你之後的生意就比較好做 哈哈 我不知道 是不是暗號來的 我是不知道 哈哈 Ricky Lam也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那麼 Tim哥HK就說 還記得《棍妖經典台詞》 你底褲就保密 可能家超是100%同意 但是他那時候不是特首 沒有得和應他 哈哈 沒有啊 他們那些政棍 其實本來政棍說很多話 你是要特區政府 集住他們那些不合理的建議 哈哈 這些不合理的建議 要集住他們 你不要隨便讓他們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 那 那本《綠色力量》就說 《棍妖經典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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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大爆發了一隻德國紅仔軟堂 他在銷售那裡 就是成就了 這個 大業之後 他是很厲害的 那麼 《棍妖經典台詞》 但是 他那家上市公司 很多基金持有的 那家上市公司是 在恆子的成運股裡面 我看到那份《年報》 有香港《幼稚》 《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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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那佐特就說 難怪港股這款 其實 究竟 他們 為什麼要這樣拆鞋 他們會不會有好處 不知道 這些是暗號 這些是會有好處 終於檢查一下 這個 紅仔堂 他的牌子叫做《harribal》 我也忘記了這個牌子 其實我自己很少吃的 不過 他這隻牌子是一個特別的個案 他是特別爆上去的 殖民分隊員說 之前是很貴的一輩子 但是 之後他改了策略 他一流行之後 他就很誇張 現在大包也很便宜 根本就是便宜過 別人 很多本身在當地 譬如 在澳洲他有自己的 即是出檔的公司 這個《harribal》 最初是貴的 然後現在他可以便宜過 別人本身的公司 其實就是 喏 草本綠色力量就說 給人的感覺 這個上市公司 可能是阿爺操控 我不知道 這個是 Sky Sky就說 我喜歡吃菠蘿 滋滋凍多一點 可惜停產 也是停產了 本來是說黃絲瓦 為什麼說這些集不甭的事情 都沒有說到 算了不要緊 休息一會 回來真的說黃瓦師 還是黃絲瓦 忘記了 總之就是 洪門宴 出席洪門宴 不肺肉 安心出行 那個阿姐 黃絲瓦 好了 休息一會 回來就說說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你會記得 i know you i know you